罗浮山 丹霞山 西桥山 西桥山 丹霞山 鼎湖山 广东四大名山各具特色 其中西桥山被誉为珠江文明的灯塔 西桥山 位于佛山市南海区西南部 是一座古老的死火山 总面积13.03平方千里 主峰大科峰海拔344米 它与东桥罗浮山齐名 自古民间就流传南越名山属二桥的说法 这里东西两处天湖 湖水成壁 七十二座山峰 连连起伏 白云洞 碧玉洞 石燕岩 九龙岩 翠岩 三十六个岩洞 洞洞皆忧 这里临身台后 储水丰富 二十八处瀑布 飞珠见玉 古人暂之为 谁信匡庐千丈铺 一来一半在西桥 中陵玉秀的西桥山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960年 著名考古学家贾兰托等 在西桥山发现以西石器和双尖石器为特征的史前人类活动古遗址 指出西桥山是中国华南史前石器最大的石器制造厂 形成独特灿烂的双尖石器文明 大概距今是6300多年左右 就有周边的很多原始人群 就到西桥山上来采集石料 制作石器 而这些石器里面 它很重要的就是西石器 双尖石器 因此他们就把它称为 租建文明的灯塔 如今的采石场遗址 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代史 西桥山开始种植茶叶 明清史成为广州府重要茶叶产地 所产的苦丁茶、白云茶最为出名 曾出口海外 山上至今仍保留着茶行街和七个岭南特色的古村落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 以湛若水、方献夫、霍涛等名儒为代表 相继在西桥山上创立书院 探求理学、锤炼心性 使得西桥山有了理学名山的美誉 现在常有学龄儿童在书院十字洗礼 开笔破蒙 人杰地灵的西桥山 孕育了包括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 一代武术宗师黄飞鸿 中国民族工业先驱陈启元等 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 如今西桥山下青音湖、国艺影视城、南海博物馆等特色文旅景点 与西桥山交相辉映 也让西桥山这颗绿色的宝石 焕发新的魅力和光彩 超级山 崩尾 崩尾 向西桥山 百米 满 谢谢大家